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为一个成年女性 国庆出游要带些啥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跟我一样是单身狗啊 单身的扣一非单身扣二 那如果你是即将趁着这个假期打算脱单的 带啥 带套 这个是一次性手套啊 反正就套 如果你啊 刚好要跟没有确定关系的未来男友 就打算确定关系 哎就她这一步 一定要带一定要带一个 谁都不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妈妈 成年人之间有些东西就是不言而喻的 你懂啊 就有些话就不用多说 如果你不想关系进展那么快 那你就开两间房 就你知道 跟一个有感觉的男人 在一个房间里面 你忍得住我还忍不住呢 是不是 我还馋 所以你住一个房间 你一定要带着 一防万一 好吧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单身的 咱们住酒店要带啥 戴耳塞 就是防止刚刚那些人 我平时戴耳塞不舒服 就觉得太吵的话 我是戴这种耳机 不是每次住酒店 都是一定要住非常贵的 像我这种勤俭持家的人 就有时候住的还是不贵的那种 所以隔音不太好 如果你碰上你刚好有情侣 就住在隔壁 真的是有过这种情况的 遇到过的扣一 没遇到的扣二 你如果跟我一样比较幸运 遇到一个体力不好一点的 那还可以 晚上五分钟就完事了 如果遇到个年轻力壮的那种 青年小伙 就体力又特别好的 一晚上隔壁就给你 通宵的激情音效直播 一晚上就别想睡了啊 第二天就是熊猫眼 你就没有办法出门 第三个要戴的就是彩妆啦 红色唇膏 红色唇膏一定要戴 为啥 就是为了国庆 有时候人挤人的时候 防止有闲猪手 而且红色唇膏一定要戴那种 看起来贼凶的 我这有两只 这个是VSL的21号 这只不行啊 太青春 太活力 这只就可以 厚麻色 除了保证没有人敢接近你 就09号 就这种颜色 虽然就1米6 但是气场1米8 我是一个挺爱自己 一个人出去玩的人 我不会就觉得孤单啊 或者怎么样啊 所以一定要做好 就是安全措施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是这种 就比如说大墨镜呀 然后我就做出来啊 是吧 而且我有听到专家说过 哪些女孩子 比较不容易被人贩子拐走 或者说被人家 占便宜 就是那种 有纹身 或者说戴个大墨镜 或者穿超短裙 就看起来挺有攻击性 让人容易在人海中 认出来的女孩子 还有就是头发染各种颜色 红尘黄绿青蓝紫的 那种女孩子 就是人贩子不敢管 而且别人也不敢 占便宜的那种 那教授还说 穿的比较普通 然后打扮比较低调 长相是中等 平时不怎么化妆的女孩子 就是人贩子最大的目标 我建议大家出门 都化大浓妆 有必要啊 就跟我一样 纹身 你可以去买纹身贴 真的你身上 露哪儿 贴哪儿 没有人敢惹你 最后一个就是祖门气 你不管跟男朋友出去 你还是自己出去 住酒店一定都要带 为什么 就算你有男朋友 你知道有些男孩子 他的胆子是很小的 我朋友那天跟我说 他男朋友就胆子非常小 家里有个蟑螂 都让他去拍 就都不敢 所以你能指望 你男朋友真正关键时刻 可能帮到你嘛 你还是自己保护好自己 比较重要 你知道有些男孩子 就是自己生个小感冒啊 或者哪里手痛脚痛什么的 都觉得自己得绝症了 就感觉就柔弱的不行啊 所以女孩子还是自己保护好自己吧 还有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偏僻 偏远的一些酒店 外面人家走路啊什么的 都声音挺响的话 那个时候就真的挺恐怖的 一定要戴上这个 你看就这么小小一个装在这里面 安检啊什么的都是可以戴的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来说有帮助 希望大家国庆都玩得开心 最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一键三连咯 拜拜